这是一张弹簧网,在网上戳一下就会激起一股机械波。 和水波不同,这个波是方形的。 这张网是由一个个小正方形组成的,换成其他形状会怎么样呢? 先设定配色方案,制定在平面的法向上有偏移的,染上绿色,表示横波。 再和平面平行的方向上有偏移的,染上红色,代表重波。 两种偏移都有的,就是红加绿,也就是黄色。 首先看正三角形的网,看起来像是圆形。 这张网是六个正三角形,组成一个正六边形,然后像蜂窝一样排骨。 再来看米字形的网,看起来像是圆形。 这张网和正方形的网差不多,只不过把对角线也连接起来。 那么米字形和正三角形组成的网,脱出来的波,哪一个更圆呢? 我们降低网格的分辨率,再来看一看。 米字形网上的波更接近圆。 而正三角形网上的波,有点像正六边形。 categor形网上的波及规模作为恰巧。 我们这件事情吃到这个病态了。 我们下来看吧。 我们下来看。